如果要選一種花 代表2012亞洲小姐三甲皆麗 挺困難的 不過我想到就是月桂花 三色的月桂花是花中之後 代表博學多才 正好形容我們的冠軍陳彥庸 而亞軍齊真神 我會選白色的月桂花 因為它代表崇高和優雅 至於貴君 蕭埃蘭牙古拉高華 我會選擇橙黃色的月桂花 因為它代表青春無限 有請三位 青春無限 今天一開始 我們就來到這個唱卡拉OK 沒錯 不用問為甚麼 我們星光家族的文青團 對面的女孩就是我們2012亞車冠軍 陳彥庸 沒錯 還有我們對面的女孩 亞軍 登神 齊真神 真神 真神,你知道為何我們經常叫你燈神 燈神? 我覺得是阿拉登 燈神? 我可以許願望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可能因為我的名字是真神 真神… 真神 叫得快的時候會… 一次過滿足你三位 我也不知道為何他們叫我這個名字 就是因為陰的東西,對嗎? 對,但在比賽的時候 跟燕容說過 其實你是我的敬敵比賽的時候 你覺得他有甚麼優點和缺點 現在可以說的,沒所謂 優點先吧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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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很優雅 很有女人味 好,我們認同的,古怪獎 你自己呢? 我自己 你說優點還是缺點 就是你的優點 優缺點 優點還是缺點 優點吧,可能就長得比較高一點 缺點就是…可能較黑吧 你黑嗎? 黑 是,是要不得 膚色還黑 你說那些運氣黑,我還說膚色 膚色,好 你小心點 對 那天容,你覺得怎麼樣呢? 我覺得他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的樣子、他的臉很漂亮 我第一次看到他 是第二次的Castity的時候 他站在我的後面 之後他拿著頭髮 對,我記得那個樣子很清楚 真的很漂亮 對 即是你也能迷你了,對吧 真的迷你了 其實我很喜歡女生 你怎麼說,對嗎 他說你的優點 優點… 我想他少了一點 優點少了嗎 那人不代 其實還可以的 還可以 煙蓉 他說,你被稱為台灣第一亞者 你得到一個稱呼 第一亞者 好… 很大 有一個稱呼,有什麼感受 感受?我覺得很驚訝 因為從小到大 從來都沒做過一件事 大家會得到這個稱呼 對 有沒有生命過? 生命過 你得到你的稱呼 睡不著 經常都很開心 其實沒有,我覺得很驚訝 你拿到師傅之後 你回到台灣 會否特別受歡迎 看過你回家嘉義 做慈善活動時 有很多人迎接你嗎 很隆盡的迎接 對 應該有的 紅皮煎 沒有欠虛 帶點肉 其實有 因為都是親戚朋友 所以覺得很開心 說起他讀書 我知道你在莫斯科大學 那個是新聞研究所 以論文第一名 太厲害了吧 新聞的碩士學位 你當時寫的論文是寫什麼的 是比較台灣和澳國的 這十年之中 市場有什麼不同 論文是很厚的 其實是才女 真的寫得很厲害 讀書很厲害 你體育方面如何 我自小都是跟哥哥在一起 哥哥很喜歡… 就是哥哥教你 對,很喜歡打球、踢球 所以我還會跟他一起 你喜歡什麼運動 如果是打球的 打球吧 打球 打球… 什麼球 有足球、籃球 其實最近最喜歡打台球 出球 你的水準認為是甚麼水準 世界級、國家級 這些我就不知道 下次一起吧 我挑戰你 Dunson… 這麼貴嗎 Dunson 我有個貴嗎 我真的要這麼貴嗎 我想問你在挪威嗎 對 挪威那裡留學 其實挪威是怎樣 挪威人是怎樣看中國的女生 首先挪威是個北歐國家 這個知道 然後環境很好 是 天很難 可否儘量說廣東話 我們是廣東話的頻道 我問他嘶嘶 嘶嘶,沒所謂的 我們會笑你,偷偷是你 他覺得中國女生也很有趣 有甚麼優點 很尷尬 他覺得很清晰、很友善 在那裡留學幾年 快兩年 兩年 因為我是交通學生 同時你覺得挪威是怎樣的 我覺得挪威是一個很有文化的國度 同時自然環境很優美 其實在那邊的生活習慣不習慣 是 剛才也不習慣,但是慢慢就… 可能很多飲食方面 水道也不一樣,對吧 就是麵包、肉 會否生活節奏慢一點 是,他們很悠閒 我覺得在挪威 感覺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 因為他們的社會福利很好 所以壓力相對很小 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而且挪威人很重視家庭 每個人一周的大部分時間 除了工作,八小時工作 剩下的時間就是在家裡陪家人 所以我覺得很溫馨 那你掛不掛家人? 他們掛著家人 掛著… 團聚吧 回來之後是否考公務員 有沒有考… 你知道在深圳 中國公務員這件事是很邃向 鐵飯碗 我知道,但是我沒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拒不在此 其實我知道你父親很想你考公務員 是,我爸覺得 如果你… 他覺得女孩子考這個比較穩定 對… 如果你當時不選亞姐 其實你會不會去考公務員 或者你… 不會… 不會 沒有興趣吧 我是一個很倔強的人 覺得你還是比較喜歡讀書 可能會比較喜歡玩 我比較喜歡唱歌 我喜歡唱歌,要玩多一點 我喜歡唱歌 你學過唱歌嗎? 你學過唱歌嗎? 我高中大學學唱歌 學到哪方面的專業 音樂劇 音樂劇 專業了 音樂劇 我知道燈神在深圳大學 主修的音樂劇 是 是一個中美化,三個 你想想多多 你真是 製作歌劇的光輝之成 最多是中鄉 而且是女主角 當時美國的導演波頓 過來選角色 我們去面試 你當時有什麼… 有多少人選出一個 當時有兩千人還是一千人 兩千… 兩千、一千人選出女主角 有中國人 天啊 也有… 當時是有被選的 就是兩個女生之間再選一個 後來在一輪面試就定下是我 對… 建築你呢?什麼都知道 學到你 學到你 那你知不知道,懂嗎? 懂歌劇嗎? 我也懂,因為我小時候也有學過 我也是受過正統音樂學院 你很厲害… 你很厲害 學了多少年 你也知道 我也學了… 一年…三年 我現在也有十多年了 那你呢? 十多年? 因為我五歲開始學 所以… 這樣嗎? 無路你的年齡 我學音樂很早 我小時候學鋼琴 然後手風琴、電子琴 但是學聲樂是從高中才開始學的 一個高中,一個幾歲開始 腿很厲害 很厲害 別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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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自誇無論 在這裡… 不如試一試,好嗎? 好啊 試試吧… 阿晨,加油 好,我支持阿叔 宋風大道理之路 同時也支持阿姐 好啊 我已經轉了音了 不知道轉了音了 一、二、三、二、三 燈神… 燈神來了 燈神了 我支持你 愛戀耀 從冷… 伸天飛過 我愛你 傳光光 算了,你贏了 你贏了,沒那麼快認輸 做男人 讓一下… 十多年你會輸嗎? 彭陽,你覺得這麼厲害 你是冠軍 我們也有一個冠軍 不如你給他吧,好嗎? 對,彭先生 彭先生 怎麼可以不嘗試? 對,彭先生 好,我們唱首歌送給大家,好嗎? 好 我終於做了這個決定 別人怎麼收摸不離 只要你也一樣的肯定 我願意天涯海角度隨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我的心一直溫習說服自己 最怕你忽然說要放棄 愛真的需要勇氣 來面對流言蜚語 只要你一個眼神肯定 我的愛就有意義 我們都需要用心 去相信會在一起 人潮擁擠我能看著你 放在我手心裡 啊 傳播老闆 像今天沒看到 usa燮和爸 到了哪? 沒關係,我到現在跟現陽回房 之後我們找Kent和German 跟阿君的…旁邊的桂冠聊天 如果你在參加亞洲小姐 有沒有想過自己最想抽到的什麼號碼 給你參考資料吧 在二十四屆裡面 贏得最多的冠軍就是… 八號, 試過五次那麼多 莫非八號真是中國人的幸運號碼? 好, 沒問題 2005年的亞洲小姐競選 我們破天荒和鳳凰衛士合作 在亞洲小姐港澳特區賽區 選出一位佳麗 代表香港參加鳳凰衛士的 中華小姐環球大賽 而當年選出來的佳麗就是何淑敏 最難記名的位置坐在這裡 就是…不是你, 你旁邊的八個字 思惟蘭娜, 古拉高華 我想他讀一讀他的名字給大家聽 是… 你可以給我們英文說你的名字嗎? Svetlana… 然後… 古拉高華 古拉高… 不是… 說中文 好, 再一次 Svetlana… Svetlana… 古拉高華 好像廣東話, 古拉高華 Let me say it, Svetlana 古拉高華 Svetlana 古拉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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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欣傑, 阿欣傑很聰明 學得很快, 你的廣東話 因為… 你是台灣姑娘 是啊 你讀一次, 你的名字 標準的廣東話給大家聽 哇 很難嗎? Tan Yinyong OK了 她很厲害, 剛才看的6Promo 她完全好像已經說了… 不是很標準, 不是百分之一百 但是已經好像說了一、兩年的港華 一個女孩 都算有八十分 我奇怪的是, 我看到一個資料 就是說Svetlana曾經想過 選完這個亞姐之後 來香港, 留在香港發展 這件事我很想了解一下 來香港怎麼發展 她又說不到廣東話 又說不到中文 燕陽要靠你 因為很奇怪 一個印度的街頭 竟然不是很懂英文 又不太懂印度文 原來是懂俄羅斯文 但又奇怪 陳彥蓉是一個來自台灣的姑娘 竟然是懂俄文的 就要麻煩燕陽幫我們翻譯一下 Lange, 你說了 你想要去香港工作 但她說 你不懂得說韓國 但你覺得 你一定會在香港工作嗎? 我認為我能學習中國語言 真的嗎? 你現在可以說韓國嗎? 現在不 沒有 不? 不? 你也不說你好嗎? 你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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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好 學會了就留在香港做模特兒 還是怎樣? 做演員 和我們做同事 還是怎樣? 學會是怎樣? 是演員還是模特兒? 是演員是很有趣的 但我想更多 我想做模特兒 模特兒 又做模特兒 又做演員 希望她成功 希望她可以跟她拍戲 又要問一下 為何一個台灣姑娘 一個俄羅斯文 不是俄羅斯文 可以這麼厲害 其實現在已經漸漸 忘記了俄文 但你剛才不斷說 是說了很多 為何不記得呢? 你為何要學的? 你是讀書的時候學的? 是讀書 因為俄羅斯讀書 之後就懂得說 為何會選擇在俄羅斯讀書? 說真的 說真的 其實很喜歡美女 很奇怪 其實我小時候都很喜歡去 很奇怪 很拼很涼的地方 喜歡冷的地方 而且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去到的地方 所以我就選擇 其實你身邊的人 有沒有去俄羅斯讀書? 身邊的人 朋友 沒有 朋友沒有 你家人聽見 說我要去俄羅斯讀書 有沒有嚇驚 打開 其實沒有 因為我自小都很獨立 很反叛 其實是 俄羅斯住了多久? 差不多兩年半 對 學會俄文 但我想問現容 你可否幫我問 古拉高華 Svetl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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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馬上霸醜了 不好意思 問甚麼 說吧 我想問他是印度 但又去了俄羅斯讀書 對 很奇怪 為甚麼 我想問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去過印度一次 印度人 我那次跟一個印度的朋友聊天 一邊跟他聊天 他一邊說 嗯 不斷零頭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 原來印度人 零頭 就是代表我們的 鴨頭 這件事他明白為甚麼嗎 對 例如在印度人們做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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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 為甚麼印度人做這樣 為甚麼印度人做這樣 因為我不知道 我生活在印度人們在印度人們 我都不知道印度人們 但你…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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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這樣嗎 沒有 沒有 根據我的資料顯示 就說 Svetlana 原來在網上 之前找到很多他的 一些很性感 做模特兒當時的照片 我第一件事想 就是為甚麼寫稿 不拿那些照片給我看 只是拿… 只是說一些資料給我看 性感的照片 對 真實嗎 真實嗎 可以看嗎 沒有 只能放在網上 只有一張照片 這是我的專業照片 很性感嗎 不太小 很小 很小 對 可以看他們 沒有 但已經在網上 所有人都看過這張照片 好 是 煙蓉有沒有拍過這些照片 當然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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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人會不會相對 我覺得你的人比較保守 是 是不是比較傳統一點的人 其實是傳統一點 但我小時候真的很頑皮 頑皮 是頑皮 頑皮和性感不一定相對 不知道 頑皮可以很性感 可以穿著泳衣到處爬 其實沒有什麼身材 就算了 你自己也好 他很坦白 對 他這樣也好 如果你在香港發展幕前 有沒有目標 我想做到誰 有 因為我 其實很想做主持人 很披馴 在台灣很出名的主持人 因為他講英文有力 主持有力 還有很多人認識 是 很漂亮 是 是不是真的 他跟… 這個我不知道 在台灣你們是否傳得好行 他跟女人喜歡拍拖 我也不知道 有沒有搞錯 因為我們都是看中間 然後有些是是非分意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對 會成為台灣的形象 好不好 好啊… 我很喜歡他 很喜歡他 希望又可以做主持 又可以拍戲 好像他那麼厲害 又厲害又漂亮 但你第一件事 就是要開放自己 要多說些話 不要太害羞 好啊 Svetlana 你有一個 Hollywood idol 你想成為 我Hollywood idol 我覺得是 Jessica Alba Jessica Alba 對 很漂亮 很漂亮 很濃 很濃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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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倆知道誰嗎 神奇四入 那個女生 不是很… 不是很粗純 對,他們也說很粗純 可能她的角度 不覺得很粗純 可能她的角度 可能她們來說 這些是薄純 正常吧 正常 印度是否所有女生 其實好像Svetlana 那麼漂亮 我們看見很多 Bollywood的電影 印度的女主角 漂亮得很漂亮 對 尤其是眼睛 對 尤其是眼睛 巴西的人 例如巴西的明星 或巴西出來選美的女生 很多人都做得很厲害 她們也有型 有這些學校去教她們儀態 幫她們整容 去參加選美 其實印度有沒有這些 現容的事情 麻煩你了 在印度 有類似的學校 有類似的 優勢 有類似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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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 可能會有些人 都會做了 尤其是印度 不只在印度 抽姿 他説抽姿 雜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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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還沒回答我 如果有一天可以跟哪個男的名色 合作你就會很開心 你還沒回答我這件事 那一定是 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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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武祥文 一定是誰 一定是五年祖 五年祖 五年祖 生兒子 母王 明草有主 做爸爸 我知道 但我覺得他很尊嚴 而且他拍的電影都很好看 如果有一天 有個導演找你 要跟不早拍電影 還有一場嘴戲 怎麼辦 你會付多少錢 非合作 不是片酬 是他會付多少錢 如果要你付錢 沒有片酬 你願不願意 可以 真的這麼大魅力嗎 因為我覺得他很英俊 很英俊 有機會跟他合作 一定要試一下 是 但他在說謊 知道嗎 是嗎 是 那次和我做 2004年他做嘉賓 有些網友說出來 吳彥祖說自己1.85米 是 為何跟陳一大一樣高 因為你也是1.85米 好像1.81米 他說謊 你就不應該當他是偶像 小事而已 愛情是盲目的 今天兩位小妹妹來到 我覺得不能讓她空手而回 送給她們 好 好 一人有一個夢想 兩人熱愛佔迷夢 三人有三種愛 走她也無疑 理想 一人一生會受傷 兩人願意沒囂張 三人痛苦戀愛不再來 是實與真相 接下來是播影《聲動亞洲》 請繼續欣賞 《聲音樂》 《聲音樂》